年後上班日一大早申訴電話湧入 旅行平保協會開始受理副國島團丟包案 提醒旅客一定要留存付款明細 出面鞠躬向旅客致歉 年代旅行社強調會全權負責善後賠償損失 並放話要提告越南地間旅行社 惡意綁架遊客 而Winner旅行社也發聲明回擊 說整起事件起因是年代旅遊積欠款項 雙方財務糾紛 導致旅客被迫刷卡二次付團費 款項該怎麼處理 年代旅遊臉書發文又一次引來炮紅 就是這一句若覺得權益受損 可以向發卡銀行要求爭議款處理 引來網友痛批搞了半天還在謝責 收了錢不退還叫消費者自己去處理 這番把責任往外推的說辭也再度引發重怒